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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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因为明天我们大回向还有三世续念 所以一些法师他们在做更严密的规划 的确如此明天我们会讲 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不喜欢把它当一般法会的概念在办 它就是法 它就是修行 当然我们做好会也是 但有时候就是我们习惯就这样唱 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法的引导 它的仪轨怎么去隐身大家的一些作意 更如法的作意 更如理的作意 更如理的作意 所以这些东西是要一些配合 而不是草草帅帅 那这个当然法师们他们会 现在在做一些更细的一些规划 那明天我会在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会给大家引导 那所以说今天晚上两个小时就交给我 希望大家能忍听 最后一次了明天晚上就没了 所以尽可能 因为我也跟大家讲 我修行不会用幻想式的 我觉得要很实际的 脚踏实地的 每一步每一步的去调整 那有的人他福报智慧具足 所以他的修行感应会特别快 有的人稍微慢 有的人 其实以我来观察 很多人各个差别 有的人素质对戒法就已经很纯熟 所以他在修持戒法不会障碍 很自然就是 有的人就是烦恼饱 所以他持戒很自然 所以他只要了解定法 然后智慧 很快就上 因为他是戒定慧三学是连着的 所以三学本身 戒是为了修定 修定为了修慧 修慧为了解脱 它其实是因果关系的 那有的人他定过去有修学 甚至外道定 但他为什么一直都进步不了 因为他是有外道定 但他的境界没办法提升 因为他一些基本的 有一些清静没有 所以他的修大概就是只有停顿在哪 所以有些人修行到最后只有回头 怎么样 好好持戒 我很想解脱 但我怎么修 发觉我没有智慧 那我想要理解 我用读了很多经 可是我发觉都是文字 第一个 我的身心被烦恼束缚 我没有定 好 那我就开始修定 怎么修也修不来 才发觉自己没戒 我现在要讲这个东西都很 我不希望把戒定慧三学讲成了 因为我用一个普通 我想看清楚 但我对东西看不清楚 为什么 我一直躁动 我一直跳动躁动 我说东西看不清楚 所以为了看清楚 我必须要让自己先稳定下来 可是我想尽办法让自己稳定下来 又稳定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的生活太多干扰 所以为了让减少干扰 所以我必须要有所防复 这就是戒 很自然 所以慈戒 慈戒就是为了修行 我们讲说 我常举例 显微镜是不是让我们看清楚 那显微镜要看清楚 是不是要调焦距 对不对 可是我怎么调都调不好 因为你那个桌子不稳 所以第一个 先把桌子用稳 直接 然后调焦距 然后看 结果有看没懂 因为之前之间没建立 所以东西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判断 所以要建立知见 持戒 修订 修会 就知道他在看什么 其实道理也就这样 所以他不是在一种 就是很实际 我看不清楚 我就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我所有的修行为了增长我的智慧 以便于得无肉解脱 那为了圆满他 我就必须要悟失 知道他需要哪些条件 所以每个事情都是很如实的 无因不会有果 所以 所以 往生净土 就问一下净土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 我们说自信信了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们就回头 昨天讲了 那信是什么 我这样信可不可以 这样不行 那什么信 像有的人大概讲 你就信就对了 你就信 是不是我们常不讲信 我就这样信信得来 对你只要信 你们讲那么多 表示你们对佛法不信 变成我不信了 现在变成 他们有的认为 我们就是因为不信 才会讲那么多 我说如果我讲这样叫不信 那我讲四十九年 他会更不信 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种似是而非 可以 有的人说我只要专注就可以 这句话只要专注念火可不可以往生 可以 只要信就可以往生吗 可以 就像那个净土尊宗 日本 净土尊宗 信就可以不用念 可不可以 可以 问题 你能不能做到那个信 所以大家太抓一个词 你信 我信 他也信 结果我们的信的定义 竟然不同 你那个信是 依于你环乎的见去信的 而不是透过佛法 如理思维的信 如果一切 你只要一念佛号就可以 当然可以 问题说 我只要一心不乱 可以 有的人讲说 你讲那些没用 或许 那我反过来 你这样的有用 那你试看看 我们不喜欢真伦 就做看看 那你最好 如果做不成 最好早点发现不成 你不要到最后才发觉不成 你就来不及 而这个东西不能靠感性 所以你今天念佛可不可以往生 你自己应该学会检查 因为你现在要遇到善知识随时跟你提 如果真的善知识都很忙的 对不对 有的人讲 哎呀师傅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我说我知道 以前我们一个法师 他到几乎每天都在为人家诛念 死一个四十九天 除以七七天 那一个人七天 对不对 那如果来七个呢 就四十九了 而且人越多 根本几乎都在跑外面 你想拒绝 不行 因为对方说 我们家难得才洗一次一个 我扶持你那么久 那我就死这么一次 师傅你能不来吗 你能回答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真的只有死那一次而已 可是对我来讲不是你死而已 很多死的 我就整天一直在外面跑而已 你想的都很简单 很多东西都不是你那个 所以我们现在也讲说 你自己要去察觉 当你念佛行不行 你要学会观察点 你没办法找到很多人可以问 现在不容易 问的也不一定正确 问到正确的也不一定 像之前我在佛学院的时候 有些同学来找我问问题 我就仔细谈 我的助理讲说 哎呀 你就跟他们讲一下就好了 你这样多累啊 我说我又没神通 我不让他充分讲 我怎么知道他的问题 我随便给他要 要不适应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上完课 就跟学生讲 讲完就上课 哎 整天 从早上六点钟讲讲讲 到晚上九点多 十点 讲到到学院都很少洗澡 因为真的 因为晚上太晚洗澡 流水声会吵到人 所以不敢洗 即便你当师长了 都已经在领终也不敢随便洗 因为你洗会吵到别人 你自己要以身作则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 自己学会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知见来审查 所以说你要问一个人 能有机会让你充分表达你的看法 他慢慢引导你 我告诉你这个都很难了 是不是 所以及早学会知见 自己观察 然后问道上知识 有的人 有时候难得遇到机会 一问 问什么 问一些佛法概念 其实我 我说 你要怎么问我就怎么答 但你只限三分钟 其实我不会限制人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难得有机会问法 我们会问那些佛血词典查得到的 懂吗 那你不白白浪费 我今天如果要找到一个商业机密 我会找问他know how 就是关键就好 其他我不用 我不用 你就跟我讲一个关键就好 其他细节我自己来 是不是 我会找关键 问题我们平常不用功 问不到关键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下手 所以你不会问出你关键的余活 你不会问琐碎的 生死世大 关系的是 我这次没问懂 我下次不知道哪时候问 这关系到我个人的修行 我怎么可以轻易放开 所以我一定是做好准备 问 在短短时间 难得有机会 我就问我最想知道的 那这个必须要你个人先做准备的 但我们现在就亲户来亲户去 结果问你那些无关痛痒的 没关系 就像心理医师 你照问 我终点会照算 那时间到了 那我的问题 要加时间再算 当然我们不会算这个 问题是 你在重要的事情 你不会浪费时间 而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 你自己已经 很 把它当一个重要事情 在修 所以对方也不需要想太多 讲到关键 你说好 我懂了 有一个居士他很用功 他就修到最后就卡住 他就卡好久了 他说师父我就照这样做 我为什么都就这样 我说我就照这样做难道错吗 我就是因为这样做所以错啊 他说为什么我就照这样做啊 这样做为什么错 我就是我说这样才错的 他弄老半天 因为他虽然是照着做 但其实他就是抓着照着做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没起其意 他就抓这个东西 他就是包括我们念佛到最后 我们有时候修行 比如说有些是帮助你的 结果就像楼梯嘛 我就照着楼梯踩的啊 我是啊 那怎么会上不去 你就踩在那里啊 为什么上不去 你踩着没动啊 你应该踩着就放啊 结果你就踩着啊 我照着他 对啊 我说你照着 可是你直在那里啊 所有问题就出在 你不能依教奉行 你在用你的执着修好 可是因为他已经用功很久 我就说就是错在这里啊 他一直绕 我就就是这里错 他 是 我知道了 好几年就这样一次就解决了 因为他有在用功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当然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师父引进门修行才个人 但不是那种引进门 其实就是之间的建立 之间的建立在过来就看你怎么修了 所以其实在佛法里面 包括念佛法门 如果你稍微懂了一些观念 我就讲说 当我不断的往外在寻求净土的时候 我却不知道原来是要我插亮我的镜子 就像昨天我当我们不断在寻求感应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样 感应你不用求 因为有感就会印 那问题你这个感有没有做到 你有没有感过去 它就会印回来 问题你没感过去 那你就一直在等他 没有 这磨砖沉浸不会来的 所以以前有人被压 被压怎么办怎么办 我就死了算 他说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你信不信 你如果被压 睡觉被压 你就死了算 他马上好 放开了 所以我们在讲说 有的人就一直在寻求佛菩萨 到最后发觉 我不再求了 我但问我自己 如何有没有依教奉行 结果这么一个死心踏地 一踏回来感应了 一下子 一直求他不来 不求他来了 是不是 因为你那个求 变成不如死了 你在求上染污你的信念 你应该依教奉行 厌离娑婆 一个关键而已 那可能让你就一直白老了 我们就尽量回答 如果还有时间 就是有些我可以补充的 所以昨天还有就是说 因为关空的关系 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因为短时间没办法跟你讲 但你有机会好好听 我们讲的那个缘起 空不是断灭 空是一种觉悟 所以他 所以他 就像我昨天有讲说 我照见五蕴皆公 不会照了以后 照见五蕴皆公 我人就不见了 不会 电视 我值他为有 后来我知道电视的节目是假的 电视还在 不妨 只是不迷 我常举例的就是 圣诞老人的故事 我听到长大 不再相信 可是还继续讲 圣诞老人故事 不妨碍 因为只是我不迷 当我不迷的时候 就身心就开始转变 他不但只是固定 他会转世成字 这时候五蕴 六蕴 七蕴 八蕴都转 这个东西不是故意转 其实关键都是在智慧 所以你看心经就讲 只要你照见 他也不是突然就是度一切苦 你只要弄清楚 你的苦是自己妄想出来的 所以世尊在菩提树下 他如何超越生死 他到最后是因为看到生死 是无明来的 根本没生死 无无明亦 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实尽 是这样才超越生死 他不是有生死把他砍掉了 在超越生死 不是 他知道生死也有生死 但生死的不可得 了解生死的不可得 才真的超越生死 那生死不可得 那本来就不可得 那为什么可得 就像做梦 做梦本来就不可得 但只要你不觉悟他 你就继续做梦 你醒来的话 也没真 也没解 因为他本来就不可得 佛法的道理就在于还原他的真相而已 是吧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不会有失去什么东西 当然也不会再妄想得到什么东西 那这个是什么 他呈显了真实 所以佛法来自于因为有智慧之后 才产生广大的妙有 所以 正的空是一种觉悟 觉悟之后 一切的妙有本是拿来执着的 一切的妙有就是随我应用 是不是 那个广大神童 所以我们可以灵活变化 因为我不受限 我过去把一个东西看死了 我发觉这个东西其实是 我为什么六根绑得死死 因为我执着六根为自信法 或者的话六根互通 所以在嫩眼睛里面讲那个阿纳律 我们就用眼根看 你是你执着 或者阿纳律眼根坏了 他不是眼根天眼通低 在嫩眼睛举出很多 当根坏的 但偏偏是那一个分别力更强 是不是 好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感应道教的 这个有讲 不过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一般成果需三大阿生其解 从发菩提心到转还成圣 到无生乏人 到成果 如今 如今生往生西方 应该在转还成圣之前 可以修行到无生乏人 那就不用去了 不是在无生乏人 请问无生乏人的意思 无生无法的智慧 生众生乏 无生无法 一知道众生不可得 法不可得 人智慧 人是智慧的意思 那为什么讲忍 看忍 你讲这个道理 我能接受 像我们讲很多道理 哪有可能 觉得不忍 那你为什么讲一个空意 能能 因为有智慧知道 的确如此 我能忍 我能接受 所以其实我们因为烦恼重 所以我们要见智成熟 像我们现在 随着时代的关系 其实我们身心 干扰越来越多 像以前我们在山上 要找我们 要到山上去 现在不用找 用视讯就找到你了 我们现在是 像天上星星那么拥挤 也像天上星星那么样的疏远 对不对 人很拥挤 但又很疏远 我们因为都是用视讯 用人跟人的距离 人就因为这样 我们其实我们的干扰 随时在我们身上 现在人的干扰非常多 也在某个意义上是福报 某些地方我们的心 也慢慢被物质血给驾驭 所以我们很难控险 现在你看到 人属于在物欲当中 不断在沉沦 其实属于那种捨下物欲的那种 像以前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会想看蔡庚坛 竹林七弦 现在大概都是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 在某个意义上干扰也少 所以有很多的一种另外的理想 甚至有一种年轻人的傲骨 有一种不想被世俗所束缚的那种 那现在也不是没有 但因为现在眼前太多东西 都是需要 需要 需要以后 人的那一种 不受凡尘所束缚的 那个灵敏的性 开始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要靠机器 字有的慢慢会不会写 像我们GPS用了很多以后 韧度就差了 对不对 以前会 现在就是习惯一按 就找他拿走 现在就是习惯用按的 按到最后自己能力也快没了 实际上是这样 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像 飼料鸡 我们原来是放山鸡 身体非常好 现在就是飼料鸡 白白长白的样子 这样 因为都没跑步 就天天吃吃到 让你养着 赶快拿去宅这样 就是我们就这样被养的 也算是活得还好 因为医疗进步 可是你说他健康不是 现在很多人一下就不堪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福报在简 在某方面是真 但是在修道的因缘 就像我们讲的 从正法 相法 灭法 一直很多属于你修道要的自身条件 这一份条件越来越少 从我在教学我就可以感觉到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无身法人 其实整个佛法 什么叫无身法人 就是还原真相吗 还不是一样 但因为我们现在受了干扰太多 所以我们要见识成熟 那为了要见识成熟 我就先给你一个目标 包括我现在在求生净土都是修行 我利用求生净土 在圆满我的菩提资粮 我现在在求生净土 我就得累积无身法人的资粮 我不是讲吗 从那个十字皮菩萨论里面讲出地修什么 我发觉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出地在修的 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出地 我们没有出地修的那么好 但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出地的 出地在修的 我们只是开始学 那既然我们开始学 那不就是为未来出地正无身人做全方便吗 功不堂卷 其实我们现在第一个 我们如果修足菩萨的发心 第一个往生容易 再过来品位高 功不堂卷 所以三大阿僧奇节是什么 一大阿僧奇节叫无量节 加另外一个无量还是无量 无量再加个无量还是无量 意思就是很无量 那怎么办 时间是心不相应心吧 随着各种空间各种众生的感应 它时间不一样 它代表无量的意思就好了 那哪时候成 你看那个嫩言心不是讲吗 消我易节颠倒降 不利生期 生期就是这个阿僧奇节 不利生期 不用经过很多无数节 不利生期或法胜 哪有那么快 没有快不快啊 就是对症下药就快了 是不是 我们不是这个例子大家要懂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在修学上会抓要点 我们为了寻求佛法的关键要点 我们可以舍身割肉 对不对 不愿疲劳不断在寻求 真正 像佛陀不是参学外道 苦修六年 就抓一个要点而已 所以你看 你可以很辛苦的 但你抵不过摩登全你这么一个很实际 那引导你怎么关就怎么 所以你应该建立一根善知识的缘 这也是你过去修的 你要累积你的善根 慧根 中间你或许有很多障碍 就像周立盘托节 但我经常讲周立盘托节 你不要看他笨 我看这部经 我就看出另外一个讯息出来 他是很笨笨到他哥哥叫他还属的 可是你像这种人 到处都被看清的人 因为够笨 可是你看他有一点 他道心不退 他在金色外面哭泣 因为他哥哥叫他还属 他不要 要属啊 你叫的话 好 我回去 就跑回去了 不用人敢敢自己就回去了 何况人家敢的 尤其处在一个环境处处被看扁的人 可是你看 他灵魂在外头哭 他不想回去 这是一个德 是不是 他处在一个非常几乎很少 有他立足处的地方 他还是不舍这份道心 现在不容易 稍微跟他讲一下 此处不留爷 更有留爷主动 大不了不要住道场 因为有网路 我照样听得到你的 也可以 这个实在是你都没办法了 嗯 那再过来 佛陀说 那 你是扫地好了 我就想 现在有很多烦恼 那找我 不然你去扫地 师父 我已经够烦恼了 你为什么还要欺负我 为什么一定是我扫地 我就是要他慢慢累积福德 慢慢开悟的 结果他认为我叫他扫地之虐待 可是人家周历盘都已经没有 佛你说的算 我就扫地 第一个 你看他的学习态度 再过来 他在扫地当中 竟然从扫地震阿罗汉 我看那个僧团 还有很多在笑他的都还比他差 我看我像摩登前女光 那僧团带来 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 结果他阿罗汉了 我告诉你在佛门当中 这种怪现象特别多 因为佛门是完全开放 他讲的是正宫乎 不是跟你比这些的 你就反正就是奇怪 你看那个难陀 不是很狂 我要我太太 我要我的酒 结果一口气下来 出家了 后来 他承阿罗汉的时候 他哪里弱 反正是哪里强 我们的教育非常灵活 不是我们讲的这种 所以佛陀在引导众生都是 都是很尊重你的想法 你随意答 你说 你说 我问你答 你随你的想法答 你不用屈从于我 你就答你的 你越如此的 用你的真心回答 你错误就错 对就对 不管你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你就答 这样好度啊 这样好度啊 你如果歪来歪去就不好度了 你要多看佛门这些 真的是 他没有限制啊 所以我在看那个 我在讲那个文书 施力所说摩沃波罗波罗蜜金 那文书菩萨事件同质 每次他问问题都是他排第一 小孩子排第一 要是我们小孩子到旁边站 没有 他就小孩子排第一 而且那一部经里面 前半段都是文书菩萨在说 佛问他答 到后半段才施尊说 思想是很开通的 因为它就是真理 它就是事实这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怎么三大神提起 因为时间不定啊 那我们应该 像比如说十万亿佛土 哇 你要去多远你知道吗 你要坐高铁啊 坐死你喔 你要带多少便当 十万亿一个佛土多大 十万亿 我看你就干脆 就算让我去我也去不了 太远了 可是偏偏它是趋身避潜就到 以前很难理解 现在网络可不可以 网址写对 一口气就掉进 就进入那个网页 对不对 我觉得网址一贴公 一按动到 是不是这样 只要相应就到 你看这个网络 现在很适合讲这个 以前说到场数拿来看不多 你上网不都这样看的 所以我每次到机场看 大家现在都在滑手机 都在看他的到场数 各个家里面 不过这个都是催眠的这样 以前很难理解 现在都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哪时候成就 这里面是开放的 那问题在怎么开放一个条件 因缘去做 所以你也可以因为有这一份 刚好有这个因缘人家的启发 而生起这一份悼念 你可以继续轮回 你可以利用这后面的几年 往生净土 你说查多少 你就等弥勒菩萨可以 那好几亿节之后 你也可以就这么几年 是不是 那么多年 其实从我现在到我死 也不会一刹那 没有那么多年 是那么多年 比起无量节 就是一刹那 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一点 我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爬山跌下来 爬山跌下来 迷路 滚滚滚滚滚滚滚 我也不知道 浪费很多时间 重来又继续轮回 好不容易 咻咻咻咻到爬到一个位置 突然又自己放一又滚下来 又轮回很久 才找到一点方向 又爬爬爬爬又跌下来 结果我现在好不容易爬爬爬爬爬到山顶 台湾不是有玉山 玉山有一个庄 对不对 那你就 只要脚一踩 就到了 结果你就耗完 故意不踩 结果又掉到山下去 从此不知道哪时候再爬山了 我说 那我讲说 你就踩了吧 你就顽皮 就晃晃晃 结果一风吹掉下去 重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差这几年 我就差这几年 是好几年 但其实从轮回的角度来讲 你就差这一刹那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不愿意这样修 其实就一刹那而已 你遇到佛法 然后愿意修 还有诸多阻碍 这个东西走到这个结果眼 也不过就剩下你这一辈子的下半段而已 这从人生来 从整个长远轮回无尽来讲 就这么一刹那而已 可是太多人就这样过了 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这个道理 你会很冤枉 你会很恨自己 你为什么把它耽搁掉 白白往受轮回那么久 现在 所以当一个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就整个不要命的就守住这几年 我一口气出三界 我出了三界后面你就可以 你一旦往生进土 你可以跟阿弥陀佛先告个价 你说我后面那几年很辛苦 你能不能让我放香几天 我说没关系 我们那有罢工得谁 你就买个游泳衣去游泳一下 不会去那边你就觉得值得了 那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就是 其实最大问题我们眼前可以 但我们不了解轮回的无止境那种 被自己颠倒带着 我常讲的叫做往受轮回 为什么往受轮回 你也不想轮回 但问题轮回都有你造的 你白白苦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无神人没有 那你也可不可以 有可能 我从不会用一个自信件说 你绝对不可能 我不会讲这种话 所以我不是讲说 我有没有可能成为比卡索 我没有说绝对不可能 但机会不大 我有没有可能当美国总统 剩下一块六十 不是绝对不可能 但机会实在是不大 因为我这样的回答都是如法的 因为因言很难说 当然机会不可能 但没有本身本质不可能这个东西 我讲这句话 当然我们不是在想那个 但问题就是讲一个观念 有些东西变化大 所以你想说你会不会无神人 老实讲 我也不会去活定 但问题 无神人有无神人的条件 那无神人在哪里 与其你再去想像无神人 不如现在仔细的看看五蕴就好 你说无神人哪时候 不不不不你不要管无神人 你就要照见五蕴 你如果发觉 弄得老半天 五蕴是搞成这个样子 你慢慢有了 它本来就空 它也不会增减 所以你只要愿意往回头看 就是路到处 所以当我们在念火的时候 就知道 我如何念得让我的娑婆因缘不见 那什么叫娑婆因缘 爱取有 那这个是很高理论 那至少你现在慢慢懂得知道 这一份由无名到最后的爱取有的生老死 是这么样的难堪这样的 幽悲恼苦 你不要读那四个字 现在因为我对这四个字感受到我比较神 幽悲恼苦一大苦去挤 合在里头 纠缠在一块 无止无尽 很不喜欢幽悲恼苦 又一直给它养本 人愚痴到因为你不觉悟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讲说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 你知道光这样一直乖乖 我要去哪里 这个就永远不会往生 因为他所有的想法就是我 他太爱我了 所以才不能往生 那我要恨我 没有 我也不要你恨 我只要你觉 我只要你认识 认识这个生命的现象 你试着依着佛法 并不是要你扭曲 要怎么去信 不要 佛陀说你不要那么辛苦 你只要依教奉行 我告诉你如何了解五蕴 然后召见五蕴 你如何了解五蕴 懂得如何放下自走 所以当你开始观察这个生命的 无可奈何的时候 就无贪无辰无知 因为你了解它是一种 苦 幽悲恼苦 你看到苦的背后 在看它的原因 不要白白受苦 承认你苦 承认你烦恼 但不要只停在那里 既然承认你有苦 有烦恼再往下看 为何会是这样的烦恼 这样的苦 这就在修行 听了几次法师开示 虽不能说开悟 但能将佛法很现实的融入生活中 法喜充满 以下有几个问题 请教 第一个 除了念佛之外 还要修禅定 请问净土禅定如何务实修行 如何得定 盘腿做教义得定 在禅定时也有习 如禅 禅乐 好 因为这二十五号 到北加州就是要谈净土与禅 那没关系 如临终未能如愿往生 请问中阴生时如何能往生 中阴生没办法 中阴生就中阴生 中阴生就是跨中间的 中间 我们现在不是有中阴度往法 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有保留 因为中阴度往法 你看到阿弥陀佛 看到什么 你去问南转 他会看到阿弥陀佛 他没那个因缘 他们想说看到什么光 其实不是每个都这样 因为在经典里面谈中阴生不容易转 中阴生他是受你今生的业力 然后对方还没到的中间 所以基本上虽然他在调整 但不是你现在 不是你现在那么理性能判断的 他是一股很强的 不断在寻求生命的完整 落实下来 所以他的业力一直在动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猛力的 一直在寻求生源 但他不是像我们现在 可以很轻松的要选择东选择西 你是被业力牵绊的走的 所以经典有谈到说 中阴生为什么有一个中阴生 本来要到哪一道中间转掉呢 可见中阴生可以转 毗潭说没有 那是因为他这个转变因缘 再生就种下了 所以他在中阴生也产生了这种现象 后来转到另外一个现象 这一切都是在生前种下来的 所以中阴生要转 如果以大生来讲 也不会说绝对不可能 但就一般人来讲 中阴生就是在业力的一种 调整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不是像我们那样 能冷静分别的时候 所以在毗潭 森文毗潭认为中阴生是不能转的 那我认为这是对的 所以后来在谈中阴度完法 其实我是有保留 除非你真的是有很大神童 你有那个能力去观察他的信念 但这必须要很细 所以我就想说 以修行人到很细的 他能观察到这个众生的信念起伏 然后依他的信念起伏 有时候你知道你也无所介入 因为他不接受你的影响 我不是经常举一说 现在有一个人被追杀 这个跑得好紧张 跑到我们经过我们的尽忠学会 那你就想 哎呀不要紧张 进来我为你开示 你想他会停吗 所以我快没命了 我还替你开示 因为他就在那个集当中 他是被业力牵绊的时候的 他没有那种像 除非他过去心虚佛法 已经成为很强的传习 或许有可能 对不对 他经常都知道 皈依三宝 不惜生命 这种人可能就是 算了 让他杀吧 我就要皈依三宝 有可能 但就常态来讲 他逃命都来不及 还听你开示 所以为什么到 我们有时候跟他开示 就是接不上线 因为他过去没熏 有的熏了很久 只要挂爱的你跟他讲 我们有经验 发觉就是此人合不来 你讲他的 他就停在那里 为什么 那个楚人没合上去转不了 你自己感觉 你讲的所有东西 他有时候就 但他 你会发觉他心不在焉 他被烦恼束 所以你会发觉 你跟他讲的 就是你这边转 他那边没在转 但有些人他有这种善根 经常听闻佛法 或是跟你有缘 他信得过你 你说他就接 你一转他跟着转 好吧放下 是 那有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人 那个生平是够颠倒的 那个是大家都苦恼的人 大家就讲 这个人大概很糟糕 偏偏在临终的时候 超乎人意料之外 他不断在忏悔 有时候一起前颠倒 那个法师一喝 他马上是 这奇怪 前面颠倒 后面完全照着你怎么引导 他就怎么做 那个向也很特别 有缘 他信得过你 所以只要接得上线 就像那个 于且师弟论里面讲 自一之 由他一之 他说当一个偏强的起来的时候 其他在临终 有些因缘就落下去 所以我们如何抓到关键 让他的信念被抓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因缘就退掉了 就抓在这个地方 这叫注念 所以有的人在细论注念 注念 于且师弟论 迷得菩萨说的 因为他就是缘起 因为我跟他的因缘 我用这个因缘 让你心细在 像比如说 你们现在 我这样一直讲 我如果是这样 咬 你们大概跟着就睡着了 我现在因为现在 我就常讲 我们现在说法都不够庄严 因为我如果庄严 你们就睡着了 现在人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 当然我也知道 我刚开始听法 在那个 李炳南局势那边听 我大概都是睡前半段 然后再醒后半段 因为他的声音 他讲的话我听不懂 现在翻成台语我才听懂 那时候我听他讲的是 滑眼睛十回像 我那个 我的笔记我还有 我拿出来看 所以我现在对学生也不敢要求太多 为什么我看到我的笔记 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真的 我写十回像 我自己知道现在十回像 可是我看不到我的笔记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都能包容我自己 当然我现在就能包容别人 所以我这个笔记都留着 真的不可思议 那时候怎么会笨成那么完整 太好笑了 怎么写这种东西 要是我现在管学生 我有时候也跟学生讲 以后你的论文不要印两面 那为什么 空白那一面还可以包檳榔 我都说这个食物太狠了 忘记我说整本没用 留个空白包檳榔 有时候我会跟他讲 你所有论文里面就是前沿跟结论不错 可是偏偏你的前沿跟结论都超别人的 我讲完都说这一本也没用 这个实在是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 所以临终的时候 所以临终的时候 中阴生基本上 第一个因缘 不是你想转就转 我不敢说他自信法说不能转 但就一般常态的讲 你会被你的念头抓住 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念头提早确定 而这个确定我就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欢喜 我用简单的那种欢喜 因为要欢喜不容易 欢喜不一定往生 但不欢喜的话机会就少 因为欢喜才能入骨 入泥骨髓 所以一个人对于所修法欢喜 乃至于对自己往生也能欢喜 我觉得这个人功夫到家 很少人对自己要往生会欢喜的 但这不就是我讲的 就是你求来的不是吗 现在你求要往生要走了 你反而再刮 那你之前是骗我的 所以我经常讲说 现在阿弥陀佛来 你们要不要走 我都保留 你说阿弥陀佛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跟家里讲 打电话阿弥陀佛就跑掉了 我们现在讲回讲 实际上 我想很多人也会去 但有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有人我这样讲说 阿弥陀佛来你要不要走 要 对不对 那如果没来呢 如果没来要不要 要 如果临时发生不幸要不要 要 会不会不满意 不甘愿 怎么是我 不要笑 因为我听太多了 即便专心在修这个法门 红这个法门 依然都过来 不要轻易讲 因为苦过来的时候就会 你这种小苦 你现在讲没再苦 你都发觉 你知道一个人在病中里面 困在那头 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度日度年 你只想赶快拜托 是不是 所以在我们来讲 在一个苦在折磨你的时候 如果你的观念没建立起来 你会生怨恨 你会怀疑 但一个从一开始就建立政见 他只能讲说 人世间果真苦 他会从这里觉悟 还是那句话 以苦为师 但我们一般人会在这里苦 会生怨 所以这里面这个观念要现在就建立 我知道 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这种观念建立 我们即便活没来 我再上去 正因为任何时候我都要去 活就来 我的往生不靠佛来不来 正因为我是无所 我就是去 偏偏这样的活来 不要把它弄倒过来 你来不来 你不来我照去 反正我就去 正因为我现在都无所 完全一心 这就一心 对不对 我管活来不来 我没有往生还要设定条件了 这才叫做一心不乱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一点地方不同就不同 修禅定本身 我们在念佛当中 其实什么叫禅定 就是心一静性 心一静 静界的静 这种心专注在一个静的 那个叫做定 所以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是不是开始在修定 我们本身念佛就是跟定相应 就开始在修定了 只是我们可能因为不了解 定的原理 所以我们一直会用声音来念 前面也对 但后面往细的时候 是不是要我跟着细 你当初在一个大 大木头 你要雕刻 是不是先用虎头砍 你用虎头砍是对的 但等全部都快好了 你还用虎头砍 不对吧 当我的工越来越细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从虎头变大刀 大刀变小刀 小刀变成很细的雕刻刀 到最后就磨了 你那么细的工 你怎么用那么粗的虎头 是不是这个原理 那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道理 我们不知道 所以就始终用一个方法 该用虎头的 的确用虎头 后面不该用虎头的 继续用虎头 这不就不符合定的原理 是不是 所以念佛里面 他会逐步逐步的一直往上 所以 有的人他 其实也不一定要定 但这里面我就讲过 我内心里面 必须要先做好决定 这个决定要透过我跟境界 不断去检查 别人的引诱 境界的引诱 会不会改变你的决定 这一步你要先做到 你到底下的决定 兼不兼顾 这一个决定是透过判断 所以你必须要确实的知道 你真的信吗 不信 找出疑的地方在哪里 这才叫死修 做好决定之后 你会发觉 就算比尔盖茨给你钱 你都不会感觉怎么样 我不是举一个例子 我这一孙穷困 这个生命坎坷 他就一心求生尽头 念得也颇有感应 结果到晚年竟然种乐透 结果他就讲一句话 这世间还是公平的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的艳离心少掉一半 我们这个艳离并不是要你去恨 去扭曲 可是当他发觉这个世间还有可依 这一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艳离就不清净 是不是 那你说我才不会 你想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没种乐透 你种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那一天晚上睡不着 只要想到 不是想阿弥陀 想到乐透就笑了那种 会笑正常 所以轮回也蛮正常的 所以你这个就是可以检查 所以我们不用讲太大的道理 幽悲恼苦的这些东西 你会被动摇 所以可爱的人 你检查 你要检查 那你放不下也正常 但你就要防 你不要对自己太信任 是不是 所以如果既然我放不下 那我就必须从这个事情上去看 今天这么几亿 几千万几亿 那又如何 为什么 因为你也带不去 这很有意思 我最近又找到 我那个没拿出来 就是一个CEO 人家讲说那个是贾博斯的 其实不是 是另外一个CEO 五百大CEO 他得癌症的自我 看到的机器声音怎么样 这个不是 他不是佛教 但癌的真的很 就像佛法 看到什么也带不去 这个道理其实 当你自己有一个 比较深刻的体验 你就知道 你在你病苦的时候 你大概 很多东西你也发觉 根本没有 所以我在生病的时候讲说 道场 道场 能拿走吗 所以后来我在 互健的时候 自己在爬山 好像这个风景我能看 但这个地 也不过就这个因缘 我能走它几次 这个地方拥有 也不过一个感觉 我能持有它多久 而这个东西则持有 却让我耽搁了道也 是不是 其实这个我在生病前 我就在练 我最记得就是 那时候我在打佛期 刚好一位长老往生 我也不方便离开 可是我在想 他往生的时候 我在想 那我如果现在呢 我这一生到最后 就换了一个棺木包 包着刚走而已 因为我们 新竹金刚寺 离那个千花堂 火葬场蛮近 所以我们有很多大法师 都在那里掃 所以我们有 什么 地利之变 方便的很 送一下一下就到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去那边看 我就看着火葬场 我看到已经推进好几个 我其实有时候自己有点顽皮 我想哪天我自己爬进去 自己灌起来自己点灶 反正都要走这一招 省得让人家哭来哭去麻烦 对不对 就自己打开 自己推进去 用遥控 就走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人生 有时候看到有的人 这个刺诈风云又是如何如何 等一下走到这里 你一看很多答案就出来了 那又怎么样 下次再来 继续认为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生 更广的角度的时候 你就会很庆幸 我这么一趟火葬场 看到一段晚了以后 仔细如理思维 然后晚了以后你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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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 突然意义很多 对不对 这一切都带不去 所以这个在 我们在修行当中 有些东西你必须要 逐步把你的心不安的东西去除 然后你心决定 那这个决定 其实就有几分把握 但是不是真决定 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 不但是内心做好决定 还要用禅定来测 但这个标准就高了 现在讲净土的不谈这个 但我觉得 人家别的学佛法都可以禅定 为什么我们学佛的就比人家差 念佛的就比人家差 他可以承担 顺于何人也 于何人也 有为则而易若是 我也可以 是我们自甘认为说 念佛就好念不要定 谁跟你讲这个 是后面的人一直跟你讲 他是因为有些人烦恼重 因言不具足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标准要这样 这样那么低 我就是定 我就用禅定的方式修 为什么不行 你不是说这个法门 善根种被什么都可以 别可以得禅定我 为什么不行 所以我内心看是决定 是吗 那我们不是决定的念佛那念不来 那也不是决定的 所以有人讲说 师父我一定会往生 虽然我现在没有一心不乱 所以我一定能往生 我说你就已经告诉我 你不能往生了 你还说你能往生 为什么 你说的啊 你没有一心不乱 可是我要想去 我说什么叫一心不乱 什么叫不是一心不乱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是一心不乱叫做散乱 散乱叫什么 攀源 攀源 攀源为什么 就直取 为什么会直取 肯定 那为什么肯定 你为什么肯定 这边不肯定念佛 你不是说决定 你照理讲决定的话 对这个东西 决定了就不会去那边 为什么你还会被这个东西 直取 然后一直追 追到以至于你散乱 你只要了解一心的意义就知道 那就散乱了 散乱一定是你心往那边走 那你为什么不往这边走 往那边走 就肯定啊 为什么肯定判断错 那你不问这个原因 你一直压有什么用 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开始用更高的标准来论 假如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 也已经很乱了 那就罢了吧 所以我们也不会一直叫人家修这样的 所以像我们在修那个佛使是打坐的 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 有些人来 其实也很比较苦恼 为什么 因为他没那个基础 我们现在二十分钟就 有的人就说担心似乎二十分钟 可能五分钟就开始打盾了 那我一听到这个 所以我就很辛苦 你们不打盾 我还会努力 所以美姐就跟你讲 其实二十分钟很短 那如果在打坐的时候 几乎就是整天都一直在做的 别人可以 为什么我们念火都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更高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过滤王再缩小一点 我们不要过滤王孔很大 哎呀我都没烦恼 当然没烦恼 都过去了怎么会烦恼 因为你看我过滤王都没有脏的 过滤王那么大孔 垃圾都没有那么大 全部都滚过去了 你的时候没有怎么 都没有残渣 你往那么大十公分的 你把王改为五公分 你就会积一些东西 你王改为一公分了 就是很多脏的东西出来 你改为0.1 你看全部塞住了 那我们必须要用更精准更细腻的眼光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制作 不要一开始 所以利用禅定 所以你要了解 本身念佛就是念佛上面 它就有这种因缘 所以我们本身念佛你就要知道它本身 你如果知道它的意义 它本身就是一种定定的方法 所以我不是一直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经典里面谈到叫喜觉知 七觉知里面不是有念法觉知 念觉知 折法觉知 对不对 精进觉知 喜觉知 清安觉知 定觉知 舍觉知 七觉知 它在讲喜觉知的时候就讲念佛 所以念佛本身就是七觉知 所以当我们对法有所正念 折法 然后精进 就会慢慢喜悦心会出来 因为它烦恼慢慢不相应 所以沉重感会去除 束缚越少 喜心会出来 喜心出来就容易清安 清安就容易得定 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 因为它只是用信 它没有折法 所以它内心里面跟法有仪 它不能生随喜心 它没有欢喜 所以没欢喜 它的定就很难成 一旦对法有仪 心跟法一旦分隔 就不容易相应 同从异梦 它有距离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在打坐当然可以 因为双盘是最容易让你长久修 但现在我们的不行 那就散盘也可以 乃是坐在椅子上也可以 但简单一个就是说 如果功夫要长久 其实双盘是最稳的姿势 它最耐你长久修 你不觉得它刚好塞成一团 这个腿一盘一盘一放刚刚好 是最好的结构 最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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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稳就最长久 越长久成就机会越大 那我们等现在已经老骨头这样盘就很难了 所以有的趁早 可以的话 你应该给自己更长的耐力 更长的稳定 以便于这个因缘容易呈现出来 是不是这样 好 我先简单这样谈 在公共场所 对 对是非分得太清楚 是自找麻烦 不接受双重标准也是自找麻烦 对着它就是日日念心经以大悲咒 请问法师有何意见 你还是会很麻烦 开玩笑 你这样念已经不错了 不需要双重标准 但事情真的如你想那么简单 我不要你委屈 我只要你试试 有些事情 不是你从这个角度对 但事情真的只有那个角度 有时候譬如说这个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你看我们 我不是举那个虚声 虚声不是 是外道派来道法的 因为很多公勇都跑到火门去了 所以他们想来道法 所以派这个年轻人到寺院来道法 这个虚声道法就道法 那越俗越学越有兴趣 还问东文西的 你们那个没禅定怎么还会证果 你们跟师尊讲 你很多弟子就说他没禅定 那能证果 那为什么这样 结果佛陀为他开示 就是跟他讲先知法柱 后知涅槃 对不对 但佛陀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他来道法 那佛陀有没有点开来 没有 要是我们很白目 你少来了 我知道你要道法 我道 没有 他只是交代他的弟子 这个来就把他剃了 外道要审核 这个不用 但也没有跟他点开来 等到他证果之后自己发入 有些是非 不是一下讲的 留个颜面 留个空间 有时候对对方会好一点 那这一层的是非 还有从教育的角度 有时候不是那个是非而已 还有另外一层是非 从教育的角度 不是我在乎事情的对错 就是我的教育的角度 就对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用 有没有帮助 这是另外一个是非 我把是非讲清楚 反正对这个小孩子的教育不成 那请问到底是对还是错 这是不是又是是非 所以后来我们会发觉 其实 气离气机 自利利他 就是最根源的原则 可能有的没听到 没听过我讲 有的有听的大概知道 什么叫死 什么叫非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能分辨出来的也不多 从某个角度这个善 某个角度这个是善 某个角度他却却饿了 是不是 那你看说 对人要好 比如说我现在经常举例 你很有很有钱 你很有很有钱 多到不知道怎么用 空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 你要不要给他钱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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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会给 反正你也没什么神童 但我们会考虑 钱对他真的好吗 是不是 你很有钱是你的事 他缺钱也是他的事 你要给钱 大家要问 到底对他有没有好处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给他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判断 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如他的因缘 也许我也无法判断 后来我还是给钱 因为我真的无法判断 可是如果你多点角度 你就可能考虑 我会给他钱 但现在不是 是不是 我给他钱会害他 所以我们至少多一个角度 去看一个事情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 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 用一个比较成熟的 就是你也能贴近事实 所以真正的善在哪里 佛法的最根源的善就是真实 实相 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 就是因为觉悟的真相 在成佛 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源 价值 善在这里 越离真实的越善 直接正入十相的 是最究竟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标准 但这个标准在哪里 在现实当中 那你能看多广 尽力了 所以有没有双重标准 没有 其实就一个标准 就是真实 但因为在未能正的真实 就很多角度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 气离气急 第一个要符合真实 另外还有就要符合这个人 能不能把事情做好 能对众生有没有帮助 这个是你要抉择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是非不是吗 你不能老是抓的你一个单独的角度 你不思惠 你这个人喜欢分思惠 弄得大家都很苦恼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没事 就跟人家谈 就是 其实有些东西 大概笑一笑就好 你就故意跳出来 弄得大家彼此尴尬 是不是有时候会这样 我不是想知道 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出球 其实我们是很想笑 但这个笑会伤害人 所以我们就 哎呀 刚才怎么样 刚才我在打嗑睡我没看到 其实他已经笑得快死了 可是他就必须要忍耐 不能笑 为什么笑得 我知道他一定会很难过 那有时候我也会常讲 他很尴尬的时候 我们会举我们更尴尬的事情 那这样他就 比较不尴尬了吧 那这个里面 是不是又是一种是非 这是一个对错的选择 所以随着你的心智成熟 你会越来越能贴近 我们在伦理学里面 它有一个叫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就是 不是我们现在很现实的功利主义 就是说 我如何将这个善达到最大价值 这叫道德 能利益一百个人 你一切只利益十个人 那就不善了 他强调他的失智 那我们当然整个是非道德 不完全是站这个角度 但问题是 其实他很务实 就是说 当我们要讲说 碰到那个双重标准 是非分得太清楚 可能太清楚 就有时候会迷失的是非 因为你把法定住了 你不知道角度有很多种 那有时候我们要讲说 我们不得不委曲求全 是不是有时候会这样 在佛法当中 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恶人 我们都必须要委曲求全 为什么 假如我不委曲求全 当伤害更大 我们看到过去有声高声大德 他们为了应对当房地 为了当权责 他们也是委曲求全 对不对 揪摩罗斯不是吗 他不是结婚去 他弟子说 那我也要 那他就把一包针吞下去 可以啊 你试看看 你先吞针看看 你要可以啊 那就看我把针吞了 没怎么样 那你吞看看 所以弟子才想 那为什么他要顺这个皇帝 因为如果不顺佛法难行 因为他会阻碍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忍辱负重的 绝对不是说 我不干就是不干 那你一个人是不干不干可以 那大了大重视 就不是你这样讲的 所以菩萨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不是你那么狭隘的 包括阿难 你以为阿难笨 没有阿难很多法都留不出来 阿难一路上几乎都是被修理的 是不是 他为了成全佛陀 弘扬佛法 他忍着不振阿罗汉 他就当使者 因为他犯了很多过程 佳瑟不是讲过程 其实佳瑟也知道 然后就算要结极经典 你不能因为不是阿罗汉 其实他在这种 后来阿难不是正阿罗汉 那佳瑟跟他讲 你知道我的用心 意思就是这么用词 我没记下来 那当然他们彼此知道 第一个让阿难放过失 彰显活功德 然后再由佳瑟来喝着 制止这种过失 很有意思 因为阿难的错有它的意义在 没有阿难的错不能显活的 其他方面的功德 那阿难承担这个错 然后加设再把这个错改过来 你看维摩结局是不是也这样 那个维摩结局是 就看到很多人 如何去拿个换回来 要干什么 很多人就不敢 所以说维摩结局是 就何者这些人 何乃可耻 可是你看 你认为维摩结局是会这样吗 但他做求给文殊菩萨 不轻威胁 因为维摩结局是说 你们连这个事情都做不来 何乃可耻 是不是也就是可耻 是可耻 但一可耻 就会产生贬低的意思 然后再加设 在街上来说不轻畏学 你看 搭得非常好 为了显维摩结局势的功德 为了要显文殊菩萨的功德 就有很多菩萨阿罗汉出来献丑 那么多人 哎呀我不敢去 患个病都不敢 因为维摩结局是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不敢去 用自己的不足 选维摩结局势的功德 然后留下什么 留下文殊菩萨跟维摩结局势 说出不二法文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常开玩笑 要是我再长 你们都不去 我去 我就开玩笑 这个时候你举手一定是挤不来的 奇怪今天怎么扭到 因为世尊说 你不要出来 我要举手怎么挤不来 因为世尊说轮不到你 不要动 所以那一天你一定会骨折 奇怪 你自以为是什么 这些人探个病有什么了不起 都不敢 都不敢 我去 偏偏说你不能去 你给我留在这里 你这个还差得圆 人家是留给文殊菩萨 留给你的 白目自己跑出来 当然你是好意 可是这时候你会发觉 你的手挤不出 我不来 因为轮不到你 后面的不二法门不是你来讲的 是是非非 每个人的境界看的不一样 你看十年 我看二十年 你看三十年 企业家不是也是这样吗 如果跟大家看的一样 你会赚大钱 所以既有广大元起人 他就知道下一个是商机在哪里 这也是元起 这也是元起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太看一个单一表面的是非 其实往往也会失去很多角度的是非 再过来 没有推广大悲心的能力 对之他 也是日日念心经与大悲咒 其实老实讲 你念都有功德 有些东西一时不会起来 但久了以后有它的意 其实我觉得你念大悲咒 念心经 我常讲的心经 简单来讲 就是照见无云 你念不如照 那大悲咒是什么 无所得 无所 恭敬 菩提 悲心叫大悲咒 所以大悲陀罗尼经里面对这个咒的咒体 就讲出了 恭敬 无所佐 这些的 应该是无所佐 菩提心 悲心 这就大悲咒 所以大悲咒 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都是一些菩萨名 对不对 其实翻出来它很多都是空观的名 无相 这些 都是这些空异名 整个大悲咒 这个文 我有很欢迎的那个 幾乎都是跟波者相应的 这叫大悲咒 所以我们是得大悲咒的一点气愤 还不一定争持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整个金刚经一直送 那你为什么不冷静下来看我像怎么样 正如我们的标准 有没有我 有 有没有我 没有 你就这样看 的确有我 那如何是我 你这样的看不就是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是不是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事观 是不是这个 那这叫金刚经 若见诸相 会相 则见如来 这不就金刚经 就一个意思而已 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样的意思 就叫金刚经 不是那个文字 那你就依教奉行就好了 我相信你这样的依教奉行 你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是吧 你说我送心经 送大北走 心经就是 无银耳鼻舌益 无色生相位处罚 无是无非 是不是这样 你就不会说 我就有双重 单重都没有 还来双重 是吧 那为什么有这些是非 此生彼生 因这样的因言说为是 因为这样的因言说为非 众生有这样的分别 所以说成这样的是非 尊重世间而为他说是非 但知道是非随因而动 所以不会被是非所困住 是不是这样 即便说是非 也不能成为是非 否则的话 你在讲这么多是非 自己就掉入是非当中 互助所谓大悲心 是指自我的体现 英文是什么 自我展现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换成这样 自我的体现 我觉得这个有点 其实这种欢意有点 远了 对 自我的体现 如果从佛法来 自我体现出来 就不会是大悲了 因为有我 这叫众生原词 连法原词都没有 何况大慈大悲的无缘大慈 所以自我的体现 这是世间学者的一种翻译 是不是 我们如果不能了解 这个自我的这种虚假 你看 我的大慈悲从哪里来 当然是彻底的度化众生 对不对 我尚且不知道众生苦在哪里 我的大慈大悲怎么生 不是 娱乐拔苦 我都不知道他苦在哪里 众生的轮回苦 众生的愚痴无名 才是真正的苦处 你自己尚且不知道 你如何去大慈大悲 所以金刚经讲 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非菩萨 是不是 你都还颠倒 好 就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个意思 乖乖的 哎 帝子的手有点抖 是写得不好看 没关系 这个我了解 因为我曾经抖过 这个真的是 短短一个月时间 让你发觉落差好大 那时候我还在写毛笔 那不小心 到现在谁把我弄倒 我都还不知道 他长得什么样子 这么一个病毒来 咚就倒了 倒了以后 写字都是一直抖 你会觉得说 那时候我向来 因为有柜子 我的行李箱 我就抱一抱 就直接一甩就上去 对不对 结果我有一次也傻傻的 就是看到 一甩 我觉得说 我们习惯认为 就是这个动作 没想到一甩 才拉上来 就掉下来了 你就会觉得 这个落差怎么会那么大 那看到地上有东西 一蹲就爬不起来了 不是蹲 我们蹲不是慢慢蹲吗 可是蹲到一个位置 腿没力 就蹬 我现在连捡个东西 都变成这样 然后拜佛一拜 连拜佛也是 就发觉有问题的 人 你很伟大 那个看不到的病毒 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字写不好看 我了解 你想要一笔一笔一笔不来 那个就是抖 所以没问题 还看得懂 自己认为自己是佛的弟子 是比较不会怕死的 因为时候可以往生极乐的世界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但是有一天晚上 弟子做梦 见到很多 动物围在一起 动物是吧 动物围在一起 忽然有一大头狼跑来 张口要咬弟子 弟子大叫阿弥陀就醒来 不错 不会叫也危险 我就常常说念我 像我常举例 比如说有一个碗 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 你会怎么念 一个人说 哇 是这样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倒是摆比较顺 我在紧急的时候 我直接出来的会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比较记得 就是有一次被卡车撞到 我觉得一看 因为我那时候道也没方 我就准备接受了 我想 哇 阿弥陀佛 当然我还有哇 我那时候有没有哇 我忘了 我就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咚 我就出去了 我知道你就是说 当然我现在讲的就是 你念阿弥陀佛 有时候是顺口而已 但我希望你那个念阿弥陀佛 有一种面对生死的坦然 这个是要练的 平常要练的 这个有点夸 不是 但事实是这样 因为我在几个梦境里面 会看到很危急的东西 但我发觉我越危急的时候 我会越冷静 我记得 最记得就是有几个梦 其中有一个是 整个我在山上毛棚 有居士来找我谈佛法 结果整个山谷 从山下涌出大水 四面八方水盖过来 我那个气势很恐怕 很可怖 我那个水这样整个 包括山 就不是小水 就整个盖过来 这个情境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得到这种影像 电影里面好像没看过这个 不过那时候 我还要 我这个印象到现在 大家就开始要找逃生路 我印象 我印象 有一个印象就是说 我告诉大家 夜圆已到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正念受死 就是准备了 就是 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并不是就是一直要慌张 我会比较有一个习惯就是 先置之死地 然后再来想 想深入 我不会先想溜 而这个习惯也在于 我们后来生病也会有这种习惯 我觉得我这个习惯有 就是说 当我觉得这个病 不一定有答案的时候 那我理念主动面对死 我不会去寻求 一直去元席就挂了 我会 我不让你威胁 那我主动 主动 所以在有些境界里面 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发觉我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先准备 这一次我的因缘就到此了 那我现在有了以后 我先把这一点先站稳 再来做一些其他思考 而不是一开始就跟着我防乱 这样 就是你随时准备你的夜报现前 那这个观念要养成 否则的话 你这个观念不是平常就养成 你到最后会很乱 你会很紧张 等你回过神来 有时候因缘就过了 所以我在几次的因缘当中 我觉得这一点训练还是有一点作用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讲叫狼来的 这个是人的反应 那一开始的恐怖 最好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就要有一个什么 正念先前 也就是说你能逃逃 不能逃就准备 这个心态要 时时想的就是夜报到了 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谈到 出家人啊 闭关啊 或者住坊 是不是该注意 哪些场合不能去 哪些地方不能去 其实也不能随便住餐 要安全 要生团同意 那你去的时候该照顾了 到最后突然不幸怎么办 接受 你不要想要寻求百分之百的安全 这个是挂碍 那你说不顾也错 你该顾的要顾 顾完了呢 怎么样 随缘 所以我就是这样 你会照顾到你该有的安全 那照顾好了以后就随缘 如果该你夜报到 你怎么跑都跑不掉 所以当有些东西是舒服 但你该注意 以你能力该注意都已经注意 其他你再过来就是随缘了 应该要有这种素养 不要一直在乎那个防不完 现在人其实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认知 光吓就吓死了 我这个病是不是又有什么病 哇哟 结果到最后 照顶中还好没有 是啊是没有 可是你光这一辈子吓多少次啊 你这种生活还有品质吗 就一直怕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因缘这样 好坏都很难料 我经常讲善因缘 善因缘 善因缘 惡因缘 怎么看 对我来讲 只要是法都转回法源 所以这一个认知 包括我们求生净土 都是把自己的格局拉到什么 菩提心的位置 拉到一种永断轮回的位置 要拉到行菩萨到成就菩提 广利益众生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今天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这一个短暂的生生死死 就不是你挂癌的 这个当然讲是不容易 但问题你必须要这样练 你这样练的时候 你这份面对的能力就会出来 这个时候 你会减少这个关爱 你的承担力也有 就这么一个训练 其实等你跨过去 达到你目标 你回头再看你那份 你的障碍 二因缘 你说不定都会感恩 别人很顺利 却没觉悟 我虽然一身坎坷 但我觉悟 但我觉悟 那最怕的是 一身坎坷 继续倒霉 因为他没觉悟 他只怨天游人 那有的人是今生夜报现前 却能善用他去觉悟 还是以苦为食 回想在梦里大叫阿弥陀佛是怕死 而不是大叫阿弥陀佛在求生极热净土 太厉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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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是你对自 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很不错 怕死争吵 好 但问题是 这就是不断抉择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跟一个 互利人员讲 我们出家人 重点不是这个 我会讲说我想早点离开 因为如果耗在这里 那有什么意思 与其等在一个不可知的一直 那不如我主动来决定我的未来 所以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医生来探望我 那我就说你觉得我现在状况怎么样 他说很好 我说我那时候其实我虽然脑筋也不大清楚 因为药物种种 但大方向我知道 我就问他就说 你不要安慰我 你跟我讲真话 因为这关系的我下一步的决定 到底好不好 他说很好 我再强调 我是出家人 你不要跟我讲好听的 我要的是事实 你跟我讲到底怎么样 我一直在强调 因为你这个决定 这个讯息会关系到我要下一步的决定 我怕的是你给我错的 而不是你给我说会死或怎么样 我不要这个 你要给我一个正确的 那时候我们都会有 就是说我怕的是物资 所以物资就是我不知道我处在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所以曾经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会讲说我现在处在 因为搞不清楚 因为在医院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你会有一种对资讯 缺少资讯的惶恐 这个都要留意 那所以说有的人就一直不安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快速的 赶快去做抉择 那当发觉资讯再没有来的时候 你下一步就要讲说 谁他如何 就连资讯都必须要放下 我就这样 所以在我们来讲 做事越理性的人都会有一个习惯 不是怕 是怕不知道这种判断 因为资讯没来 而这也是一种执着 这里面都会很维系 包括你的责任 你应该尽责 但你不能挂 我们这个尽责习惯的人也会舒服 那我们说那我们不尽责 那更糟糕 尽责还有善法 不尽责就没什么善法 但执着这个尽责有时候会是一个挂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演练 那我们必须要以后更快速更快速 所以我说最大的快速是怎么样 我欢喜 所以我讲说说实在冷静我是可以的 但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欢喜 你要死了 阿弥陀佛终于可以出狱了 我希望我最后是这样走 你要走了 嗯 好 我知道了 这是常人 这有时候修行 有时候到这里也不错 但我希望大家 当然这里有时候不容易做到 但我希望你要讲说 我因为了解生死轮回苦 我知道往生 只要我愿意 我会接应 所以 我觉得 我就在这时候 把我轮回至今的一切因缘 到此告一段落 所以有满心欢喜 所以我常讲说有人来跟你住 你那一壶苦瓜脸 你最好坐起来 捏他的双甲 笑一下 笑一下 我相信你用这种态度 大家突然觉得死也没那么可怕 为什么 他要死的都会笑我干嘛苦瓜脸 嗯 如果一个人死个死个那么自在 那我们不是大家都要修这个法门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啊 大家应该要好好准备 就是说不知何时 因为有些人 我们有时候会挂 其实我觉得 应该做好最根源的准备 这些字末不是我要 我只怕我不能安住真言而已 那这个来的正如我所愿 所以我说要练出那个欢喜心来 那你说 所以这个东西做梦如此 包括我们现在 这是要练习的 你必须要随时那种 你有时候会怕马上就静下来了 有时候会执着 可是下一个念马上就像戒体一样 看到问题防灰之恶的戒体就先前 当你一防恐马上另外一个念头就出来了 那有时候在周梦里面看到灰沙走失 那个地震 我说我不知道那种地震怎么震成那个样子 那个是就在海边 有点像南亚海峡那个 那个大楼观光大楼 那个棕榈树 那个地震就像波浪一样 地下波浪 我也没碰到这种地震 可是我梦中里面就有这些东西 可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下 我们就必须要更稳定 随时保持这种定力 看这种东西 就是越惶恐的时候 越紧张的时候 就又必须要 所以这个东西会养成习惯 所以在梦中虽然已经颠倒了 可是你那个习性 会在梦中里面做冷静判断 会啊 所以就要长时间养成 一个人的格调在梦中也会出来 在灵中也会出来 哎哟 一下子咧 哎呀 这个 很抱歉啊 这个有什么 早上何时可受八戒 可否提供弘毅大师受八戒法 这是哪时候 九月十七过了 怎么这时候跑来 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了 我们现在就赶快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请问师傅 除了平时听经文法不思词节外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 可以增长我们学人的善根福德 信 敬 念 定 会 对不对 好 八正道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月正命正经 对不对 正念正定 但你要知道 八正道的道体 主干是什么 正见 正见的体是什么 四地 所以有四地的抉择的道 才叫正道 好 所有三十七菩提分法 什么叫菩提分 就是绝 所以我们的善根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会少善根福德 我说善根不就是无贪 无称无痴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如何不贪 其实你的布施 其实你的布施是不是就是一种不贪 我们当然有时候布施还会贪 但你在布施的时候既然能舍可爱物 是不是有对质到贪 所以在谁学着不贪 所以在谁学着布施的时候 是不是在对质 成就贪 那成就无贪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 在诚实论里面 甚至听经文法都能证过 因为今天讲说 只要你音言成熟 听经当下可以降乎无欲无盖 听经当下可以贿赂到法 所以有的人一直在对听经文法 你错看了 那些纯粹概念当然比较没有意义 但我们今天来讲 听经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对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心里忧郁 我们请那个心理医师为我们讲解 那不讲经吗 就是讲经 是啊 不然你看阿含经 有时候一个人 两个在对谈就是经典 就是一个道理就是经 我让你心开意解 做正确判断就是经 所以你听经 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像讲经文 我们就是经典 当然我们没有那个智慧 但如果这个道理能让你体会 让你有所更如法 更靠近佛法正义的 就像讲经一样了 所以我们太着以这个讲经的外向 所以讲经其实就是一种沟通 引导你做正确的抉择 引导你抉择的角度 这就是听经的意义 是不是 当我们开始 我们在听经了解 道理是不是就对自吃 所以是不是顺向 无吃 当你能无吃的时候 你对境界是不是能正确判断 一旦正确判断 会不会做不必要的贪 不会 你的贪会减少 为什么 没意义的我干嘛贪 所以后来修行 这样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的挂爱会来越能很清楚 我这个不再挂爱 这个还有少分挂爱 但要放假还可以 这个不行 这个我还是很挂爱 那以后你的敌人在哪里 就很清楚 然后就从这里放 不然就瞎忙 这也挂爱那也挂爱 弄得老半天 很多人其实问题不多 有些人就是瞎忙 因为他没有冷静下来 他就跟你谈 我就说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你剩下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来 这个解决这个就没有 所以就剩下这个 弄得老半天 你就只有这个问题 对 他本来很乱 就是他就一直乱 乱的问题也没解决 就增加很多心理压力 我讲完了以后 他的问题还没解决 但他那个散乱 挂爱心少掉很多 为什么剩下一个 全部问题揪在一块而已 那你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 关键在哪知道 那现在怎么安排解决它 那方法吃地 就从苦 急 知道苦 知道急 那怎么灭掉它 这个要拿掉 那就找方法 那一条路 一个逻辑就出来了 你眼前做不到 但你这个 往哪里累积条件 这个 你现在先不急着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纠结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先要累积这样的条件 整个条件 可以的话 下一步这个就能解决 那我知道 这叫吃地 我们现在本来学了很多吃地 都是理论的 务实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东西 其实文思修 其实就是在找寻一个如何成就 无贪无憎无痴的管道 所以我一直讲 文思修是将佛法的真道理 从理论慢慢具体化的一个过程 文 听到 思 把它消化进去 修 现实实习 具体化 就是道理就这样而已 像上完课 我好像懂 但有点不大清楚 等我回想一下 就开始思考 这叫思 思了以后 那个观念会决定 思以后会越来越确定 就转化成你自己的 然后就依你认知的去做 修 这样比较清楚 好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所以有的人会增长善根 到处都可以 因为一切法是佛法 但我必须要在一切世间 一切世间有违法当中 能用正确清净的来看他 是 我还原他的真相 我如何贪如何成 但我还原真相的时候 不就是无痴吗 其实这个道理 所以心经才讲说 照见五蕴皆公 度一切苦 因无明才有生老子又被恼苦 所以因明智慧明 所以后面的生死就变薄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一直引导这个方向 那我们了解一点点 我们就用念佛来把它 我们把很多观念 因为零零碎碎的 那你要让很多观念形成相互关联 然后让很多观念形成相互关联的时候 就落到你的火号里面 比如说我对 我知道父母对我很好 哎呀 以后我再报恩好了 可是有空 不对喔 父母对我为我牺牲这些 对 还有那件事情 哎呀 惭愧惭愧 现在想 所以我想一想到最后 他本来有报恩想 可是笼统 因为他没有去意念父母恩德 但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具体的 举例的 他能感受的 父母恩德的时候 他那个报恩心就 就出来 是不是这样 一样念佛也是这样 所以透过我们很多观念的形成 他不是概念 他转为一种对佛的功德 对佛的感恩 还有对佛的功德的随习 佛的布施我随习 佛的智慧我随习 佛一切处不然佐我随习 所以这个佛号 以佛德为目标 但背后的法也都尽了 有些人念佛失智往生 那岂不是一生 数十年的念佛功夫今生便落空了 其实没有落空 问题是他未成熟 就比业力 你不能怪他 这是你的因缘 所以我们讲 私日以锅 秘以水前 你哪说病因缘来 五场因缘来 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会讲 在修行当中 为什么一次一次在讲 就会有那种 壮志未愁 身先死 尝试 英雄泪满尽 这不是英雄 这道人 是不是 所以有仿佛过 有时候我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 有时候我想跟人家讲 哎呀 现在也就 怎么样 有 我要讲说 继续做修行梦吧 只是我不知道你醒来的时候 来得及来不及 就经常会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 像很多人讲说 哎呀 私日以后我们怎么样 以后 我现在有时候 我都很乐意 但我不敢随便 为什么 那一次教训很够了 我不是讲吗 我两个熟食往生 我都没去 他们说你怎么 你自己熟食往生 你都没去 我说他没约 他没有事先跟我约 所以我都有课 我是不是这样 同样的 我当初 三年多前 我也不知道我会生病 因为也没约 就去了 差点就 今天课都不用讲 因为约定了 实现了 因为 他也没跟我讲 我怎么好好的去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 就短短的一段时间 才几天 可以让你 我说 如果你们经常捡回 捡不来 我告诉你 加护病房 都不用跑步 不用挤哑铃 就躺在那里 你一下子一个月 十八公斤 所以 住加护病房 如果少一公斤 捡回 要五万块的话 我赚了不少 都不用跑步 就躺着 手就啾 就不见了 一下子就很可怕了 因为看到镜子 就不认识自己 我第一次看到镜子的时候 你知道 我看到我哥哥 我父亲往生前的那个样子 完全很像 我前一次看镜子 再一次就一个月 一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人的变化太无常了 所以 你会不甘愿 我这十几年的功夫 我只能讲 如是阴 如是狂 如果可以那么有保证 那就不用学佛 是不是 所以一次一次在医院看到很多人 我都很想帮他 看能不能消除一些痛苦 可是我同时也知道 我能帮他的 按摩一下 安慰一下 然后呢 然后就都是你的事 没有 我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们听说 会长讲说我生病里面帮我祝念 对不对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帮我祝念 但其实我心里想的 就是说 你们祝念那么辛苦 不然你们排班轮流躺一下 每个人躺五分钟 我就可以出去逛街了 不是吗 可是你们都帮我祝念躺 还是我躺 当然 祝念有功的 我知道 所以这样 沉蒙你们大家的用心 那么多 所以我被撈回来 但其实我要讲说 那生死还不治疗 我其实比较希望的 还是别人帮我祝 但没办法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一个人在困境当中 极易挣脱的那份心情 但又如何 这是你的业力 谁也取代不了 这才是 为什么学火的理由 只要如是因如是果 这样的业力 就是收这样的宝 你不要怨天尤人 这从来都是你自己造的 你必须要在这一点上 去接受 这样的念佛才实际 那些往生终因生 是不是记得我 我看不大容易 但我觉得不要挂碍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 你没有倾向 你要完全倾向净土 这个要一点功夫 但至少 你会 你又完全倒过 决定的不容易 但一般多数人是 有点倾向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大概有人过去 要从自己的国家 来这里留学的时候 让父母想尽办法 提供钱让你出国 其实为了你的前途 所以你来到美国留学 但其实也不想离开父母 父母也不想你离开 但彼此都为了你的前途 你为你的前途 父母为你的前途 然后到机场 你看百般不舍 但后来还是舍 百般不舍 还是舍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那种 一样那样的铁石进场 我才不甩 不会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种很难过 很难割舍 但还是舍了 不然你怎么会来 是 很多人念火到最后就是 还有很多挂碍 但最终大方向是求生 我有种种还不能舍 但我心知肚明 不舍又如何 这一份的抉择力要有 所以他就是速到这边 一旦倒了 就倒这边了 有经典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 让我们的角度 往西方走 你不要老是站中间 中间不知道倒哪一边 或是说倒一边 结果临终的倒没风 刚好吹这边动 我 因为你 你只有这种小角度 很容易被吹回来 但你如果这样怎么吹 都不大容易吹的 对不对 你如果吹一点点 刚好歪掉 那就有可能 我会说 你的倾向力不够强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断的 从很务实的那种 艳离心上 这种智慧抉择 让你的心偏这边 而且偏得很欢喜 所以当你梦碰到 临终一些境界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较量功德的 因为你有 具有这样的基础 所以即便境界出来 你就算有难以割舍 你也知道 我没得选择 我必须求圣经度 这也是一种因缘 我只能 现在 让大家休息了 因为 有一个 如果我临终前进 为佛接淫 但在进入终于生 七十四九天内 知道灵火是否也需一心不乱 我才来接淫 那时候不叫一心不乱 因为那时候终于生就 所以 这样耽搁一点时间可以吧 要走的 要 要休息的可以先回去 没关系 不用勉强 来 因为我们的心 到最后 有一个叫初想心 初想心 还有三跟二 然后开始到最后的 就叫细想心 叫无极心 然后接着就死了 所以最后是无极的 所以这时候心没有善恶 所以这个很难理解 那我就用一个道理 就是我现在拿个石头 我在我手还没放 我是不是要丢哪一边 丢哪一边我还可以决定 善恶 对不对 但我如果丢丢丢丢到即将要放手的时候 虽然石头还在我手里 是不是我不能决定 因为已经打开了 拉不回来了 因为虽然还没飞出去 但手已经松了 无细想心 这边就初想心 一放开 还抱着 但已经无法控制了 然后一松手飞出去 中阴神到达 神友 这叫朋友 临终叫石友 中间中友 生下来叫神友 所以我现在丢出去 他靠这个力量一直冲 冲到他的最后弱点 就生了 那这时候就靠的过去最后最强的念 就在冲的 所以这时候你不能用你的 因为他已经出去了 你无法用你的意志去决定 因为他已经靠着一股业力在冲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中间到中阴神 能抉择的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经常把希望寄托在后头 其实不对 应该寄托在还能有善恶想的那一段 这是经典说的 所以我们要稍微改变 后面的注念往往是功德回向的 但如果要决定他的心 应该在他的神智还能清楚的时候去注念 所以比较好 因为在中阴神要提起念火之心 对一个我就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个就是抛出去 连还没死都已经无忌心了 你说你后面怎么去改变 我觉得这不容易 再过来 阿弥陀的阿字应该念阿欧 现在有台湾中部联社大德说应该念欧 可是弟子未曾有过文字上 有没有未曾见过有文字上的说明 阿弥陀佛应该是阿 应该是阿 其实当然每个字有每个字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修那一个的 我们纯粹在念名字的 请问阿跟欧有没有关系 你用台语念我 用国语念我 用英文念我 我会讲说我只听台语的 台庞 台语 大航 国语 日本话 台库 我差那么多 那你说 那对我来讲 你念我不是都一直到你在念我吗 所以是这个名含这个意 重点不是那个名 重点是 以这个名设这个德 含设这个德 除非你在修的是另外跟因有关的 那是另外一个关法 关无声 关什么 但你如果纯粹只是意念活得 这个名字的一点差异 我觉得不是重点 我认为不是重点 是那个名号所代表如来意如来真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念 能念到完全一样吗 不可能吗 所以我们这个像我们就一直在找这个 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 像比如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医生 有一次我去看病他说 师傅你知道什么叫活吗 他说你看 活字非人也 他把它切开 我说 你知道布达怎么念吗 他就评说 那我会跟你 你给我切看看 就 活可以切成 不是人 胡人 对不对 英文字切不开 你叫忘文生意 这个字是后来的 原意根本不是这样写 你切非者用后来的字去解释佛的意思 你现在中文可以切 英文不能切 那幻文你怎么切 因为这个医生 每次人家看病多导师跟人家问这个 我就说那英文字很难切 你这样切不能这样 结果那个护士大概经常听 医生经常跟人家这样跳 听得也烦了 我在跟医生这样回答的时候 那个护士在后面 因为就是强词夺理 硬拆这样 其实是这个 大概也没什么恶意 他就喜欢这个抬杠这样 也好玩 只是大概每次看到 出家你就跟人家问这个 让不知道的人想说 我怎么连火的意思也不懂 我说火的意思不是人 这样解释 人家太虚大致讲人成活成 你跟我讲不是人 好吧 你是不是有没有漏掉 有没有漏掉 应该差不多了 好吧 那就 因为我们明天就有大的 要有好几个 可能大家也要养精蓄力 那我们中间的开示 明天再进行我们的慈悲三分水灿 过程当中 我还会随眼开示 但像这样的开示 大概就没了 好吧 希望大家明天一切 能非常如法相应 成就这个三世信念的这样功德 好吧 那还有我们利用我们这样的修行功德 我们做个大回向 我们来为你所要祝福的人祝福 有作用的 那我们经常就是 我常在法会开示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就把人家招起来 然后就念得迷迷糊糊 那再把人家送回去 你家里的那个眷属 过往的人 每年都被你骗来 又没什么东西 因为念得迷迷糊糊 但我们现在是念得寥寥分明 你们知道佛法意在哪里 那我相信 带着这一份想要利益人的心 我们用我们实际 对佛法这一份体悟的心 生起慈悲来做这样回向 我相信他们会感激你的 好吧 我们今天到此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夫及欲窃 佛等于众生 皆功成佛道 阿弥陀佛